徐华凤在昨天因为胃癌复发离开了人世 而今天一些相关的讯息带你来关心 在昨天的时候其实他就跟他的丈夫说 他可能撑不过今天了 他在病床上虚弱跟自己老公说 我可能撑不过今天 我真的对你没有任何遗憾 我对不起你 我爱你 其实对于这样的情况大家都很舍不得 而听说徐华凤自己也非常的不甘心 他不舍得死更舍不得自己的老公 因为他还年轻 有很多事情想要实现 但不管如何 他现在离开人世了 留给家人无限的哀伤 而他的这个告别式 预计在9号上午8点钟要来举行 当然说到徐华凤 其他演艺圈的好友都非常的舍不得 因为听说他是狭义心肠 又有大姐头的个性 有时候半夜还帮忙朋友去讨债 根本没在怕 而他的酒量也相当的好 很多人想要灌醉他 结果人家是先倒 他根本一点都没醉 所以看到自己的好姐妹 这么早就离开了人世 好多的好朋友都说 真的好舍不得